诸位法师 诸位大德同修 大家吉祥阿弥陀佛 我们首先念开经记 拿摩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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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身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辞 愿解如来真实意 佛说大臣无量寿 庄严清净平等绝经 发大誓愿 我们上一次学习到第四十二月 两百四十二页 我们先将经文读送一遍 我作佛时 所居佛刹 广博严静 光阴如镜 彻照十方 无量无数 不可思议 诸佛世界 众生读者 生稀有心 若不合者 不取正绝 那这一愿 彻照十方愿 非常殊胜 而且净土是 非常的美好庄严 广博严静 那老人家从 极乐世界 这一报的庄严 给我们引导到 根本上来 一报随着 正报转 我们稍微复习一下 两百四十六页 老人家提到了 净土是清净心 变现出来的 什么人的清净心 是自己的清净心 自己的真性 变现出来的 我们从这一部经 仔细观察体会 阿弥陀佛在因地 修清净心 少欲知足 专求白法 这个少欲 不断放下欲望 烦恼轻了 清净心 现前智慧就涨了 果地上 就成就清净国土 又接引十方 身心清净的众生 往生西方极的世界 所以心净 佛土净 这个理 我们明白了 所以能不能往生 关键是清净心 那我们一心求生净土 那功夫要下载 放下洗染 能够 能够 不断 提升自己心地的清净 那用在我们当前 这个往生的大事 我们知道 修清净心 能成就我们的愿 那眼前 我们所遇到的家庭 工作情况 是属于我们的依报 也随着我们正暴转 所以我们要往生净土 从根本上下功夫 是修清净心 我们要解决家庭 事业上的问题 那也要回到根本上 就修我们的 这颗心 一暴随着正暴转 光是这个认知 就不容易了 我们遇到事情 谁谁谁不对 谁谁谁错了 这个惯性很强 老和尚都受了 巨族戒 李秉然老师 迎接老和尚到 慈光图书馆 老和尚去给老师谢恩 老师一看到 你要信佛 师长那时候都愣住了 我都出了家 都受巨族戒了 讲经也讲了 应该有两年了 老和尚是一出家就讲经了 然后出家后两年才受戒 信佛是 时时刻刻 不离佛的教诲 这是信佛 遇到境界是 随顺佛菩萨教诲 不随顺自己的想法看法 这叫信佛 假如你一问他很激动 我很信佛 可是一处理事 都是随顺自己的习惯 习气 那是激动型的信佛 不是真正信佛 信一定表现在 依教奉行上 这是真信 所以佛门是重实质 不是重行事 每天早晚礼拜 就一定信佛 这个还要自己 在六根接触六成 在面对一切境界的时候 是不是相信了佛所说 是不是依照佛所说的 去奉行 这个才是实质上的信佛 我也见过很多同修 跟我说 我梦到牢上很多次了 梦到也会执着 常常常跟别人说 就是执着 给别人炫耀 那不是执着 不然是啥 那里面可能就有贪 讲出来为什么 让别人肯定肯定 这就贪明了 这就贪明了 你看 我常常梦到老和尚 这个慢心会起来 最近有听到 有同修反应 有人讲课 他说 老和尚在梦中 给他印证 那很多人听了 就很激动了 老和尚给他印证 梦中 大家记不记得 老和尚说的 我从来不给人家印证 这第一点 老和尚从来不给人家印证 那现在又到梦中 去给人家印证 再来 当我们把这句话 讲出来的时候 有没有关照到 自己是什么心态 要用梦中 老和尚给我印证 这个话 达到什么目的呢 再来这个话讲出来 听的人 听众听了 对他们又是什么影响 那不是把我们看得很高吗 那能客观看我们吗 把我们看高了 那我们都 不是从小学的 不是从小扎根的 我们都是成年才学的 你又制造一个氛围 让人家把你看得好高 那谁还敢给我们 提不足 提意见呢 那不是刻意的 要把自己 营造成自己是神 然后别人还真的 把我们当神 其实我们从 成年才开始学的 我们做人做事 都还有欠缺不足 都应该 用开放的心 让他人 不管是家人 还是团体的同仁 因为我们有自知之明 不是从小学的 二十几岁 三十几岁 甚至是四十几岁才学 要把前面 这些习缆去掉 就不容易了 当我们不客观看待自己的时候 我们自己会迷失掉的 老子说的 自知者明 我们要先有自知之明 我们得要学 首先 要学世间圣贤君子的态度 不能一下把自己 搞得飘飘然 像佛菩萨一样 我们连世间圣贤君子的心境 都没有到 怎么做佛菩萨呢 那唐太宗 是很好的领导人 他就求见 不是纳见而已 纳见是别人劝人接纳 他是主动求别人提醒 他才能成就世间 一代工业 成就了真观之志 所以 我们这一两代人修学 很不容易 外在的诱惑很大 财色名利的诱惑 可能比老人家 那个年代 难十倍百倍都不止 内在 那老人家他们从胎教开始 那我们是成年才学 内在的烦恼 比老人家那个年代 可能又多不少倍 内外的挑战 我们更要战战兢兢 观心围绕 这个心念不能稍有 偏失 心念一偏 差之好理 谬以千里 你真正跟佛菩萨有特殊姻缘的 真的在梦中 给你加持的 绝对不会说出来的 说出来 首先对大众不利 所以为什么佛门 有一个规矩 身份暴露了 你就要走了 这个我们不能当知识 去学 要用心去感悟 为什么佛门有这个规矩 比方 那个修行人是观世音菩萨 那求问大家 大众去找他 求什么 观音菩萨 帮我把头摸一摸 我的业障就消掉了 他还会认真学法吗 学法要多久 释迦摩尼佛讲49年 那我们现在的根性不如那个时代的人 李老师在台湾讲38年 没有间断 众生要长期寻修 假如释迦摩尼佛可以帮我们修 那他老人家大慈大悲 找帮我们修了 可以摸一摸头就成就人 找帮我们摸了 佛菩萨大善之士 是我们的一个助缘 师父领进门 修行还得靠个人 所以佛门这些规矩 你自己要去体会 你会佩服佛门这些考虑 而为什么说我们这一两代很难 因为是成年才学 做人做事的基础不足 弘法的人基础不足 听法的人基础也不足 假如听法的人水平很高 那弘法的人 那也能互念到弘法的人 你比方我们一听 这个弘法的人说 我在梦中牢上给我印证 那假如是我听了他讲的课 我私底下马上就提醒他 你这个心态铁定要出问题了 他假如有善根他接受了 他可能就不会偏出去了 前不久 也不是第一次了 我们如江有一个同仁 他是两三年前 他的情况就有同修告诉我 他说他是唯一得到老和尚 蔡老师真传的 那各位忍者 你们听到这个人这么讲 你们下一个念头的判断是什么 会强调自己唯一的 那不是在标榜他自己吗 你真正有道德的 学问的人 他一定谦虚的 他怎么可能这样标榜呢 但是 他的教学点比我还多 二三十个教学点 那这大众 听他这么一讲 都激动了 也没人来问我 我事后才知道了 所以以后你们听到 跟我有关的 直接都可以问我一下 不然搞到都二三十个教学点 那被他影响的大众 上千人 那我有贡业 因为他打着 我一船 我也要飞黑锅 最近也听到 有讲客人说 他是老上唯一的传人 我说阿弥陀佛 那人家刘树云老师 修得这么好 你说你是唯一传人 我们要能关照到 自己的念头 那你哪怕尊敬一个人 大家都不是从小开始扎根的 你尊敬一个人 有时候当局者迷 旁观者清 我们也要懂得互念 你尊敬的人 不然有时候 你跟着一个老师学 都是用情感 每一个修行的人 都会遇到考验 他假如身边有冷静清醒的人 可能他就不会偏出去了 一个讲学的人 那是集体 都落入一种 很怪的思想状态 他才会整个偏出去 不可能是他一个人偏 首先护法 主要的护法都偏了 不然早就把它拉回来了 铁定这个护法 也是要明文立养 而且可能是互相利用 欲令致米 他考虑眼前得到力 佛门的名利 不好贪求 这个果报来得非常快 了凡世俊说 名义福也 名是福报 你在佛门想这个名 人家这么尊重我们 我们要对得起别人的尊重 你要护念 相信你人的法身慧命 你把这么 可贵的尊重 拿来搞自己明文立 这个太残忍了 贪力 其实我们这讲学的人 不能落入 好胜 嫉妒 你一好胜心起来了 你就会想急于 展现我的能力 给大众看 你急于 欲速则不达 你越急 你的心就偏掉了 用的方法 手段 就越偏越厉害了 比方 有大众 得恐慌症 你说 你来供养 供养我 我们 做什么事情 你的病就能好 哇 阿弥陀佛 你都没了解 他的病因在哪 你就可以打包票说 供养我 病就能好 修行人都是谦虚的 说供养我 病就能好 那他自己就比较 供高 而且 从业力 是一个层面 一个人心里有问题 可能身心灵 这些层面都有原因的 你要全面了解 去护念他 去帮助他 你可不能让对方觉得 只要我供养了 什么都解决掉了 这个对众生的引导 都有偏颇了 要客观了 现在解决问题都要多管其下 所以 我们自爱 要能看到自己心念 有没有偏 我们爱人 互念人 我们也要懂得 能判断 有没有偏颇之处 那我们互念自己 自己的念头 有没有信佛 跟经教相不相应 我们一处理事情 一暴随着正暴转 调自己的心 像成德有一阵子 考什么 考不能做烂好人 这也是一个考题 自己性格 相对 相对 温和一点 可是学着学着 变烂好人 变相怨 大师大妃面前 不敢站出来说话 那也是求个 哎呀 蔡老师 性格很好 讲话柔柔的 我一听也很舒服 那我就拙了 拙一个装一个样子 给人家看 这个也是受老儿上启发 教导 老儿上 06年到联合国 提出来 请各个宗教代表 为世界和平祈祷 结果联合国 我不同意 老儿上 对联合国的 代表说了 你们搞和平是假的 我不干 我退出 老儿上这个表演我学到了 道不同 不相为谋 所以要参 慈眉善目 跟陆目金刚 平等 因为这个陆目金刚 可以阵容发挥 当然不是发脾气 现怒目金刚像也是慈悲的 不然 我今天一讲完 本来脾气就大了 陈德法师说要怒目金刚 那我就阿弥陀佛了 我又跟他共业了 所以我得补这一句才不共业 陆目金刚也是慈悲心 也是真心 不是一怒为红颜 那不对 一怒为苍生 一怒为民主 不是一怒为红颜 那不对的 我看这一句你们都没什么表情 你们没什么看电视剧 这很好 我们都希望 爱护我们的亲戚朋友 我相信这是每个人的心愿 可是我们要用对心 才帮得了他们 可是当我们没有从根本 这个心去处理事情 我们很容易就着到 我们所面对的事项当中 所以有时候你要去处理问题 结果卷入人家的是非里面去 都有可能 而当我们有着了谁对谁错 我们的心就不清净了 就有着相 着了相就生烦恼 生爱真 你心要很平等清净 我跟不少夫妻认识 听太太讲 先生不是人 听先生讲 太太不是人 后来我一客观了解 两个人都是好人 和人家在搞的 把一两个缺点一直放大 所以自己心偏了 要看得到 那我们从中 你不能受 他讲话的言语 你就落了那个印象 可能你看相关的人 就不客观了 所以 要护好这颗心重要 你看 吕氏春秋里面说的 凡事之本 必先置身 成其身 则天下成 智其身 则天下智 为天下者 不于天下 为天下者 他是天子 不于天下 于身 他下手处 在修自己的身 看好自己的心念 就像谭太宗 他可能日理万机 可是他护住了自己的心 我不能情绪化 我要监听则明 他每个考虑 没有偏颇 他每句话 大公无私的假 没有偏师 每句话 每个行为都是对的 他所处理的一切事 都往好的方向走 心是根本 是正报 处理的事 是衣报 君主物本 本利而道生 心是根本 我们净土中 是从净门入 师长讲到 我们入佛门三归一 就把修学的总纲领 给我们说了 归佛 是绝而不明 归法 正而不邪 归身 静而不然 绝正静 这是修学的三个纲领 两百四十九页 师长有讲到 在中国 禅宗是走 绝门 绝而不明 他真正觉悟了 自然正知正见 自然六根清静 所以正跟绝都得到 因为他从绝门入 恢复真心 真心本有绝正静 一有其他两个都有 一真一切真 一望一切望 这个拉道老上指导我们 修心 心有根本 就是菩提心 用五星 让我们好关照 真诚 清静 平等 正觉 慈悲 你说 我很清静 可是你看身边的人 很痛苦了 他都没有去帮忙 那这个清静 假的 那叫贪清静 变得 不大讲情义 所以无情不能修道 不讲情义道义 修不了道 但是情不空 不能正道 你这个情不能又执着了 你看这个 我们世间圣贤人 对国家民主很忠义 很有情义 可是他出不了六道轮回 那世长讲经里面有个例子 都是我们佩服的民族英雄 岳飞 可是他放不下的话 那他还在打仗 所以 什么都要放得下才行 所以 真诚一定有清静 平等 正觉 慈悲 你说很慈悲 可是心不清静 这个慈悲里面有夹杂 不纯 所以从五个相度可以检查 我们当下是不是在用真心 教下一般是走 正知正见 也就是我们所说 纯正的思想 纯正的见解 对于宇宙人生的想法 看法 正确 教下一般走这个路 一旦 他大开圆解 那他其他也是得到了 绝而不迷 他的心也清静 静而不懒 可见一个得到 另两个也得到 静宗跟密宗是修静门 完全修清静心 心地清静 像静宗讲的 事一心不乱 理一心不乱 念到事一心就断见识祸 念到 念到理一心 那就是破一瓶无名 震一分法身 入了法身的境界 像海贤老和尚 那他就念到入法身的境界 什么都知道 当然海贤老和尚 这成德思维 海贤 清静海慧的圣贤 不知道这个 他老人家法号 是不是有稍微透了一点 他的身份 当然这个要到极乐世界才能确认 但是这个名号有味道了 我们要加入清静海慧众菩萨的俱乐部里面 那他假如是再来人 他是随众身心应所质量 他所说所做的 一定应众身的机 他不会说一说 然后说对不起 你做不到 他不会表演一下 对不起 你做不到 那不是跟我们开玩笑吗 他没有一个念头说 我要怎么表演 我要表演到 他们都跟不上 那不是慢心做主吗 没有起心动念 应激 应众身激 所以为什么他老和尚都一再的 让我们以海贤老和尚为榜样 老和尚有慧眼 他看得懂 这大善之士应我们的机表演 老和尚配合 希望我们珍惜这个榜样 效法他个个都能成就 我们好像前面说了 我们这个48院讲记检讨完 我们一起学习 老和尚六个小时 开解海贤老和尚表法 当然我们解一条 我们就要效法一条 我们现在48院到42院 前面四十一院 有没有变成自己的愿 这个才是重点 心同阿弥陀佛 愿同阿弥陀佛 行同阿弥陀佛 我们多次共勉 我们要落实 受持广度生死流 佛说此人真善有 用老和尚的话 老和尚也是回头劝勉我们 我们现在求的没有别的 多带一些人回西方极乐世界 我们要跟阿弥陀佛同心 跟老和尚同心 那得到阿弥陀佛跟老和尚的加持 那就不可思议了 通了 感通了 所以道理一心不乱 绝症都得到了 所以是一而三 三而一 你要能把修学的纲领掌握住 你的修学就不会走错路 不止不会走错路 成语说 刚举目章 事半功倍的效果 所以我们很有福报 遇到老和尚的教诲 真的修学 只要听他老人家的话 就达到钢举目章 事半功倍 你看老人家抓钢领给我们修学 心有根本 行有根本 心五心 行三伏六合 三学六度 普贤十愿 二十个字 整部大藏经强调的心形 都在里面 二十个字 不难掌握 你在处理事的时候 跟三伏六合 三学六度 普贤十愿的精神相不相应 很容易关照 那这样自己就常常能 不怕念起 只怕觉慈 及时调整 不会偏颇 一生 认定这一个方向 这一个目标 或是修觉 或是修正 或是修静 三个都学 难 因为用心不专 三个当中 选一个 你决定成就 譬如 一个讲堂 有三个门进来 你同时想 从三个门进来 进不来 两个门 也进不来 你才晓得 一门深入 一门进来之后 另外两法门 同时就得到 这个勤显的比喻 大家都知道 所以在八万四千法门里 选择适合自己根性 选择自己最喜欢的法门 这两句都要具备 比如说很喜欢 但是不适合自己根性 不能得利 又喜欢 又适合自己根性 不然那个喜欢 又出现执着点 我有遇过 很喜欢禅宗 但是他习气 扶不了 又增长 最后犯戒 那就麻烦了 一失足成千古恨 都有可能 因为喜欢 喜欢修容易成就 不喜欢修 就比较困难 为什么 不喜欢 就会排斥 不能接受 就不相应 喜欢就乐于接受 修学起来 就方便多了 论语当中也说 我看还有不少也有参加论语课程 我们呼应呼应论语教的 日知其所无 月无忘其所能 我们修学过的还是复习复习 知知者不如好知者 好知者不如乐知者 乐此不疲 念佛欢喜 越念越想念 越念越欢喜越相应 不能把念佛念到 就像小学生交作业 我记得小学的时候 赶快赶快我要出去玩 赶快赶快 有一个写的字 龙飞凤舞 你说在这个过程 这个功课能进步吗 心越来越浮躁了 所以念佛 假如念成交功课 这个要念出亲近心 念出定力也不容易 所以大家有没有感觉 我们一不小心 就搞成形式 搞成执着点 修行人要有高度的警觉 我们现在意重靠重 这个可能每天报数 每天希望都念一万 那有没有观察到自己 每天要报数 比方说要睡觉了 哇 才七千 最后三千怎么样 好一万了 揪出去了 那就应付作业了 那不行了 清呼仰视 不能清呼了 你在念佛读经的时候 我们的分别执着 甚至于是急躁 应付在增长 所以修行看个人 有啊 老师说要读物量寿经 我每天读五部 可是你读的时候 有没有越来越清静 还是读到功夫 什么功夫很高 打妄想的功夫很高 念着念着 嘴巴也没念错 已经在想其他事情了 念佛跟读经的时候 要注意这一点 所以为什么都要有过来的人 提醒我们 这都是重点 清呼仰视 不要养自己的 分别执着的这个情势 古人说的 口念弥陀 心散乱 喊破喉咙也枉然 前不久 有同修 发问题来 提了 说现在 有修学人强调 一个老师 一部无量寿经 这个对不对 你一执着 什么都不对 你不执着 那不得了 离一切相 及一切法 你一切都不执着 你看什么 头头是到 左右逢源 你自己的决性 起作用了 这边跟你讲 你对 那边跟你讲 你对 这个是一个典故 有两个沙弥吵起来 跑去找老和尚 这个甲去找老和尚 找老和尚拼拼理 老和尚拼对 后来那个乙也来了 谁谁谁 怎样 很过分 老和尚 你对 结果呢 从桌子底下 刨出一个小沙弥来 老和尚 这个事情 应该不是假对 就是乙对 不能两个都对 老和尚说 你也对 随顺众生的分别而分别 随顺众生的执着而执着 自己没有分别执着 为什么 这些人都在气头上 你跟他讲道理 他说师父都不在我这边 好难受 你先顺着他 隔天 老和尚深作讲经 讲讲讲讲 把理讲清楚了 他们的心 已经从这个情绪里面出来了 一听 不好意思 昨天还 还在老和尚面前 在那里构作 所以这个不执着的人 他能洞察人心的状态 他不跟人家的情绪去顶 所以我们今天 跟哪个人能够闹情绪 对方再怎么做 我们也差不了多少 就半经八两 一个巴掌拍不下 就是我们的习气 跟他的习气杠起来 这老和尚都有指导我们 你说我们听完老和尚就当开示了 还去顶 那不是跟这么好的姻缘过不去 这么好的教会你不纳授 那不是择自己的福报 这样的开示不容易听到 听一遍就要 把他纳授在心里 遇到境界就把他用出来 那是大福报的人 你就关关难过 关关过来 你心中有老和尚的法 有佛法就有办法 福在受见 尤其老上讲的经教 那是他一生修学的智慧跟人生的阅历 我们是他孙之辈的 能纳授他这些智慧阅历 我们人生少走多少弯路 我们可以很年轻的时候 就老成持重 大家有没有观察 老和尚都交怎样的朋友 找怎样的良师益友 我们从他老人家讲经的时候 他找的 你看诸经咒老居士 那个是爷爷辈的 他找的善知识 李秉兰老师 爷爷辈的 难怪老人家的见识不一般 看到世界的问题 都能开出解决的方法出来 所以刚刚跟大家在探讨 不能出现执着 你念佛号也不能出现应付的执着 要越念越想念 这个要自己检查 哪有每一天念一万 念到相应还不会自己增加的 念一万是手段 目的是什么 时时提起佛号来 可不能忘了这个目标 能念到一念相应一念佛 念念相应念佛 那刚刚提到 你要不执着 你比方说一个老师 一条路 那现在老上圆几了 那这个一个老师怎么奉行 依然依止老上的教诲 得力了 那就有成就了 一个老师跟得力 这个是圆容的 四一法里面 一了一 不一不了一 你要得力 不然你都不得力了 老上的经教你又深入不了 你又执着在一个老师 那你不是把你的法身会面给误了吗 而且老上说了 一个红法的人 假如没有传人 他的成就等于零 老上这段话的用意是什么 红法者把培养出传法的人 列为第一重要的事 老上出家之后 都在培养红法人才 成传法 他老人家知道这个重要性 我们观察老上 在重要的会议 重要的法会 都发表专题演讲 用意在哪 那么多信众在修学 听执着 听偏 及时互念 提醒 你看 善学佛法 与传统文化 有人 听偏 思维偏 现在老人家远级了 听偏的人 谁来互念 当然是 承传老上的弟子们 要互念 你要配合老师 一代实教 互念好 跟老师有缘的众生 而我们相信 老上远级了 依老上的经教 得力的 那他也能成就 你看孟子跟孔子学 孔子不在了 人家学成功了 廉词大师不在了 偶尔大师 跟着他的教诲学 也成就了 那是 真得力 所以 一个老师是对的 但你不能 执持 这个道理 而没有客观 看待自己的状态 那我们从历史来看 五祖 缘级了 那请问 跟着五祖学的 还不得力的人 要跟谁学 要跟六祖 六祖他成就 他能看到 修学人的偏颇处 可是假如五祖的弟子 有情职 不行 我是跟五祖学的 我才不听六祖 那他可能 他得度的机缘就没了 所以这些公案 我们也要懂得去体会 所以大家感受感受 我们这一两代 都是成年才学的 那个执着镜一上来 哪句话都能执着 哪个点都能执着 一不小心执着点就上来了 看看自己有没有执着 常常照镜子 人那个执着镜一起来 身心不放松 脸上 这个肌肉不是很平衡 这个我也做得不好 我的肌肉也不够放松 观自在菩萨 观自己自不自在 大家注意去观察自己的表情 他人的表情 那个执着镜一上来 那个表情 铁定会展现出 那个执着的镜出来 所以我为什么讲那么多 因为这里又提到了 从一个门镜 那我们一听 我们是镜头 我们从镜门镜 结果看到其他同修 稍微看一两则 禅宗公案 不行 你这样铁定不能成就 把人家骂得 主扮圆容 主是镜土 我们镜修节要里面 第十一拜 我们复习复习 一心观理 佛游心身 心水佛现 心外无境 全佛是心 境外无心 全他极致 鸿鸣正张自信 净土方显为心 这是禅 感应道交 呼应同时 十万亿尘 去此不远 心做心事 你看这个心做心事 就是观无量寿经说的 是心是佛 你看禅宗就是要 参本来面目 是心是佛 是心做佛 诸位同修 我们 菩提道上有一个考底 常常出现的 就是对自己要有信心 性为道员功德母 你看信心稍微有点起伏的时候 赶快把六祖大师这一段 何其自信 本自具足 拿出来念一念好不好 你说不行 那是谈经 那是禅宗 不能碰 那个执着镜又来了 那个执着镜又来了 主办圆荣 所以由此可知 你入佛门 三规一就把修学的原则方向目标刚领 都告诉你了 你看佛门从第一堂课 三规一就告诉我们了 佛法就是修这个 至于用什么方法修觉症境 就任凭选择 八万四千法门 无量法门 你喜欢修哪个法门都可以 但是要记住 一门深入 因为一门才容易得定 二门就差一点 三门四门得定的机会 越来越渺茫 只要心亲近 心亲近就是定 定心没有分别 没有界限 所以广大无边 佛心 菩萨心 就是没有分别之种 所以心和尽虚空 辩法界相应 用这样的心境来念佛 念这一句佛号 普勋法界一切众生 这一句佛号 跟一切皆成佛的 阿弥陀佛的心相应 欧毅大师 有说到了 忏悔 回向 在家念佛 无有不成就者 修行人 每天要知过改过 要忏悔 我们错了 不知道也不改 这个业会激起来 业力甚大 会把我们往下拽 所以了凡私训这一段话 我们要重视 一日不知非 则一日安于治世 一日无过可改 则一日无不可静 不静则退 老阿弥陀佛的修行 就两件事 知过改过 不少同修 可能我们线下见面 可能一年才一两次 见面 这个见面 当然我们善有为一 我也会稍微看看 跟去年情况怎么样 有没有比较不浮躁 有没有比较定一点 八万四千法门 就是修定 定是枢纽 戒定会三学 是正法的标准 可是应戒才能得定 应定才能开会 其实说实在的 真的可以老实念佛 戒定会就在其中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果地的圆满功德 也在其中 这个应光大师说的 阿弥陀佛所证之菩提 以绝道 那就是他国地的 那就是他国地的功德 我们因常念佛而生习 我们现在遇到这么殊胜的法门 还是随顺自己的习惯 在那里打烦恼 打妄想 太可惜了 少说一句话 召集的人 话很多 多念一身佛 打得念头死 虚如法身火 把自己的清净法身念回来 深深唤醒自己 念念不离本尊阿弥陀佛 连辱家都说 吉人之词寡 话少的人比较吉祥 造人之词多 要修戒定 一定要先调伏 浮造之气 连辱大师曰 大藏经所权者 整部大藏经所权势的是什么呢 不过戒定慧而已啊 念佛即是戒定慧啊 你看我们念佛的时候 身口意射受住的就是戒啊 你说字句分明 都射六根啊 你耳朵一专注听了 其他五根就不会放逸出去了 所以念佛即是戒定慧啊 真能念佛不复妄想持足 是大禅定啊 你妄念止住了 所以念佛即是戒定慧 何必随文足句 乐齿藏经 不一定说要去乐障才是修戒定慧啊 老实念佛就是修戒定慧 最好的方法 而且连辞大师这里很慈悲啊 说光阴迅速啊 好快啊 2024年已经过了七个月了 明天就八月一号了 我这个过中秋的人 现在看待一年啊 战战兢兢啊 我还有多少一年啊 不是开玩笑的啦 不能悟了无量节来 稀有难逢的姻缘 我到底念佛得不得力啊 习气有没有能减少啊 光阴迅速啊 命不坚久啊 命不能很久的啊 愿诸人以敬业为集物啊 劝勘我们所有修学的人 以修敬业啊 敬业最重要的信愿行啊 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啊 这个敬业包含敬业三福啊 要依这个修啊 要把念佛 不要求我们把念佛当唯一啊 但是要把念佛摆第一 我对这一句话 有一点体会 因为我的工作还不少 一听黄念佛说 要把念佛摆第一啊 黄老这么慈悲啊 不忍心把这句话跳过去 那不能因为工作都当借口了 黄念佛又说了 一天念不到一万不叫念啊 为什么不叫念啊 这里要稍微说明一下 假如你念佛的速度是 阿弥陀佛 那你念一万铁定就十个小时要了 我们这个一般说 你是念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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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速度 那你一天念个你一万 应该的 为什么 你不念一万 那你大部分在打妄想啊 那不叫念啊 因为你念不得力的 你会退步的 所以就不叫念了 那只能这一生跟阿弥陀佛结个缘啊 这一生要成就不容易了 都是要往若要佛不离口 先须诸不离手 要往佛不离口的目标啊 这些话我自己都有去观察 体会自己的状态 我这个佛诸念佛气啊 一不拿啊 佛号比较提不起来 只要拿着呢 对我就是一种提醒 当然你们的功夫比较高啊 我是先讲一讲个人心得 有拿没拿有差 越拿越提得起来了 结果本来只是坚持念 每天念一万啊 慢慢知道收获是什么 你每天念佛多了 妄想就少 原来念佛跟处理事啊 是一不是二 你妄念一少心比较定 比较能正思维 你处理事啊 能处理好 你妄念多了 心比较乱 事情一处理的不妥当 后面还要收拾 被恶性循环 疲于奔命 现在佛号念得多了 心比较定了 再去处理事啊 慢慢良性循环出现了 假如我们修行啊 还是每一天都在忙着收拾残局啊 你说我们的信心要多强啊 对佛法要有多强的信心多难讲哦 你要越念越相应 处理事当中 佛法能用出来 越来越有信心啊 但是啊 都从老实听善知识的一句话 你就会有这个收获了 一句就好了 你就能感受到了 你真的从一句感受到了 你就越肯听话了 就不用人家勉强了 好 所以这个偶尔大师说的 要忏悔 回向 再加念佛 这个都是大菩萨来的 这些话都是给我们 保证 无有不成就者 而这个回向 老婆上说的 扩宽行量 我们这个讲迹说的 心和尽虚空变法界相应 我们想一想 现在还有没有看不顺眼的人 不能包容的人 想到见到会起情绪的人 那我们的心量还不够 要扩宽 要常常在回向当中扩宽心量 静此与报身 同身极乐果 可不能念这一句的时候说 那个人我考虑考虑 那就不相应了 那念回向也是有口无心 所以这个回向 先给谁回向 先给你想了就不舒服的 最先回向 心量就扩大了 你念着念着 心就变化了 你看老婆上表演给我们看 毁谤侮辱他的 他都把他立白位 每一次讲经完给他回向 欧益大师这句话是给我们 成就做保证了 忏悔 回向 在家念佛 就对了 我们起心动念有分别有执着 所以心量很小 不能容忍 我现在觉得我们修行的人 连谁都不能容忍 连自己家里的人 还常常生起 都是冤亲在主的念头 我们要修大臣法 慈悲为本 跟家人要讲情谊 可能有人就要反驳我 人家那个寿爷老和尚 他佛事有两个对联 这个夫妻是缘 有善缘有恶缘 冤冤相报 子女是债 有讨债有还债 无债不来 结果我们一听完这两句话 你看都是冤亲在主 大家要了解 怎么成为冤的 恨从哪里来的 从爱来的 那都是过去生很爱护我们 结果我们自己没有德行 没有智慧 这个缘就搞成 搞成 这个 恶缘 行有不得 返求诸己 而且众生都是 一切男子是我父 一切女人是我母 况且我们修行人 要行为示范 你一个学习传统文化学佛的人 不照顾家庭 人家能相信佛法吗 人认同传统文化吗 我看世间没学的铁定反感 我们已经在办法了 造成人家的误会了 而且老和尚讲了 弘扬传统文化从哪里下手 从孝道 百善孝为先 我现在 有听到 传统文化单位负责的人 人家家里 你父母生病了 你不用回去 在我这里 有功德 你再用这个功德 回向给爸爸妈妈就好了 你没有把孝道摆前面 那你不是跟佛法传统外的教导 不相应了吗 那怎么宏道呢 你所讲所做跟经典不相应了 敬业三福第一福第一句 孝养父母啊 领导人你给人家指错了 那个罪过很大了 所以有同修问承德 怎么很多学传统话 弘法的人 四十几岁五十几岁走了 当然每个人的姻缘不一样 情况不一样 有的我真的见过啊 太拼命了 处理事情 打电话打到耳朵流血啊 忘我了 太拼命了 虽然牺牲奉献了 但是还是忧着点 因为可能大众看了也会害怕 怎么干成这个样子啊 老和尚都是早睡早起啊 我们跟老上学啊 不能挑着学啊 老上展现九十六岁哦 但有一些部分啊 确确实实 得到大众的恭维 大众信任自己 大众信任自己 可是你给人家交错了 这个责任很重啊 父母身重病了 哪有第二句话讲啊 赶快回去才对啊 包含你的骨肉 比方说 比方说 你孩子 身心出问题了 那你还在台上讲课啊 你赶快全心全意 帮助他 不然真的拉不回来 出了什么情况 那你弘法的路就断啊 你讲的道理 你连家庭的问题都处理不了 人家一知道了 这信心不就退了 你不只没有功德啊 有罪过啦 有什么罪过 让人家信心退上了 哎呦 讲成这个样子 怎么家是这个样子 你不只没有功啊 有过啊 所以这个赤地不能乱啊 大学里讲的 生修而后佳齐 佳齐而后国治 国治而后天下病 齐家不可交 而能教人者无知 子女也有他的业 可是问题是 你是他最亲的父母 在他业限前的时候 你当然要表 全心全意去爱他的法 我们自己修学 目标是什么 恢复真心啊 我们去护念大众 目标是什么 也是帮助大众 恢复真心啊 我们在哪里恢复 在当下的因缘 我们看到亲人 这么需要我们 我们当然是用真心去回应这个因缘啊 可不能这个时候心里提起来了 哎呀你看冤亲在主 防害我弘法的事业 那还得了啊 那心偏的太厉害了 没有情意了 没有恩义了 会不会讲错 铁定讲错 因为言语是自己的心声啊 自己心偏了 怎么可能讲出来的道理 不会错呢 所以老儿三为什么说 弘法的人要先扎三根 因为我们有德行的基础 懂得做人做事的标准 我们的言语不会偏离 这个做人做事的心境标准 假如我们这个三根都没有下功夫去扎 那心一有偏 言语行为就会偏了 所以老儿三接着说了 我们起心动念有分别有执着啊 所以心量很小不能容忍 我们很不容易察觉自己的过失 别人的过失啊 很容易看出来 旁观者清嘛 自己的看不出来 原因在什么地方呢 你看老儿三这些色问就是 让我们把根源的问题找到 你找不到问题不能解决啊 那就继续迷迷糊糊下去了 修行人不能打迷糊仗 面对境界也要清楚 清一世要长一智 我为什么看不到我自己的问题 要找出问题来 因为处处六根啊 往外跑了 眼耳鼻舌生意啊 往外了 往外就着相 着相就生贪 顺境善缘生贪了 逆境恶缘生称啊 不晓得往内啊 佛法是内学啊 总觉得别人的不是 没有回过头来 看看自己是不是 能够回光返照啊 这个人就是觉悟的人 那我们在什么时候 反观呢 听经的时候 我是当机者 老儿像讲给我听的了 在见别人过 在见别人过 马上不着这个相 拉回来 见仁恶即内行啊 我有没有 古代这些下修行功夫的人啊 他们总结出 他们总结出一些心得 你看 唐景川先生 这也是大炉 云 须刻刻 刻刻就是时时刻刻 减点自家病痛 病痛就是我们的毛病 盖所物于人许多病痛处 我们觉得 哎呀这个人这样很过分 那个人这样不对 我们很厌恶这些错误 啊 若真之反己啊 真得之道 拉回来反省之己 则色色有之 我们或多或少都有 哇这个一拉 整个心状态不一样 本来是跟人家对立起来 在批评人了 一拉不好意思了 原来我最讨厌的 我自己也有啊 那我就没有资格说别人了 这个一回光返照啊 这个就觉悟的人了 自己呢 要愿能反观 然后呢 也要善有为一啊 比较容易发现自己过失 旁观者清啊 请人家帮忙 但是也是我们的招感 人家才肯帮我们的忙 我们能闻欲口 闻过心 直量世人 就见相清了 好 好 好 这个时间到了 我们今天先跟大家交流到这里 好 好 好 我们 一起念 回向文 好 我们记住我会大师的教导 给我们 挂宝阵的教导 忏悔回向 在家念佛 无有不成就者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下祭三土苦 若有见闻者 西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生 同生极乐国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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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